OK 大家好 中歐的關係比較特別 它跟中美關係不完全一樣 但是有相似的地方 亦有不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是原則上 歐洲 尤其是歐盟 已經有一個全面的決定 一個戰略上的決定 就是中國已經成為歐盟的體制性對手 這是他們自己說的 還有歐盟已經決定 以及已經要求每一個成員國 要一步一步去風險 所謂去風險就是他們所有 跟中國有關的經濟活動 你去中國投資也好 中國這個國家投資也好 一般的貿易也好 各種各樣的項目 他們都要重新考慮有沒有風險 有風險就要去風險 這個是和美國的做法基本上一致 基本上一致 在G7 即是7強 7強的位置 美國、加拿大都參加 和日本都參加 和其他澳洲國家 那麽大家就達成一個共識 所有7強都對中國要去風險 但是呢 有人發現呢 美國要去年都有所謂的貿易 你覺得日本都會有風險 你覺得呢 等等 美國有風險 你覺得美國有風險 你覺得日本都會有風險 你覺得它有風險 你覺得我會有風險 你覺得這個風險 美金應該是 去年就變成119億 多了2億 那麼有些人就說 你口裡面說要去風險 為什麼你仍然投資這麼多呢 這個問題提到很對的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呢 去風險不等於不投資 不投資 當然其中一個動作就是少投資 但不只是少投資 你可以譬如說你不投資的 你只是跟中國做買賣 你去風險的一個做法是 你不再在中國採購你的原材料 因為那個供應鏈經常出現問題 這是去風險的做法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大家發現呢 德國 現在只是說德國 德國的中小企業呢 他們在中國的投資確實 明顯地減少 每年差不多是減半的 最近這幾年 每年是減半的 減到很快 但是呢 大公司 什麼寶馬汽車 大宗汽車 奔馳 那些大公司呢 就反而沒有什麼改變了 甚至是保持原有的投資量 還有這個德國的化學工業的數一數二的公司 就是巴斯夫 巴斯克 BASF 一樣是沒有減少他們的投資 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這個就證明了 說明了什麼呢 但是呢 德國的中小企業呢 認為呢 中國市場呢 是風險大 而他們因為是中小型企業嘛 是吧 所以呢 他們那個承受風險的能力呢 就低很多 所以呢 就不再在中國投資了 還有設資 很多是設資 中小型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不要小看這些中小型 歐德 尤其是德國 那個中小型企業是非常成功的 是德國經濟的一個 其中一個支柱來的 就是除了這幾個超級大公司之外呢 中小型企業在德國經濟上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是非常成功的 很多是那些家庭企業 很有意思的 德國人呢 很多是很喜歡傳統的 很多公司 現在都不是很小的公司 比如我有一間 我記得一間中文的不知道叫什麼 Freudernberg 他們是一個三萬人的公司 就是連是屬於中年的人 不是很大的 三萬人的公司 但是他們全球都有活動的 而他做了這間公司可能已經成百年了 仍然是一間家庭公司 就是他們家族管載的 他們公開沒有股票 全部是 你可以參股 你參股得到家庭的同意 通常都是家族的人才可以參股的 但是這些公司都很成功 很多都很成功的 那大公司 因為他們大 好像賓詩 巴斯夫 寶馬那些 對他們來說 一間中型公司 他們是很大的風險 對他們不是小提大錯 他們因為財雄勢大 承受力比較強 所以他們這個去風險 他們就比較慢一些 動作慢一些 但是他們在做著 另外這些大公司 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也很大 大家也知道 我舉一個例子 大眾汽車 世界最大的 歐洲最大的公司 它們百分之四十的車 最近這十年來 都是在中國大陸市場賣出去的 大部分是在中國生產 一部分是在外國生產 出口去中國 你想一下百分之四十的 大眾汽車是非常大的車 我現在忘記了它每年 它每年生產的車是一百萬算的 是吧 而百分之四十在中國賣出去 所以對它來說 切斷跟中國的貿易 不再跟中國做生意 那就等於明天大眾汽車就要破產的了 你想一下 你突然間百分之四十的車賣不出去 你敢不敢承受這個風險 所以呢 它們就慢一點 慢一點不等於它們不再做風險的事 只是沒有這麼急 但是它們都是去風險的 但是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最近是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都是屬於大公司 大家有十萬人的公司 而且是德國最大的銀行 一個銀行有十萬人的時候就很大很大的 因為你不是一個銀行不需要工廠沒有工人的 所以十萬人就很多了 這間德意志銀行最近在香港對一個中國大陸的一間房地產開發商 提出清盤申請 要訴訟清盤 西貿集團都是一個 屬於中國大陸最大的二十間房地產開發商之一 沒有恆大那麼大 也沒有碧桂園那麼大 但是都是屬於大的公司來的 為什麼它們要申請對這間公司的清盤呢 很簡單 因為這間公司欠了很多債 包括欠了德意志銀行的債 還有它最近已經過期了 要付的利息 要還的債 它還不到 過了期 另外呢 其實過期已經是一年半前的事了 那些銀行就要求這個世貿去做一個重組 這個企業結構重組 就是說你要做一些動作 讓我們有信心 你這間公司會比以前更改進了 還有會找到辦法還錢 你可以譬如說將一部分你的企業拋售 賣出去拿一些錢 或者是將一些不好的生意關閉 還有擴大一些做得比較好的生意 但是問題呢 中國大陸現在的房地產市場 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一年半之後呢 那些銀行認為你的重組計劃是不可信的 我們不相信你一年之後會好一點 不相信 但是你即使是這麼重組 我們都對你沒有信心 所以就要清盤 就是說這間公司是我習慣是破產了 沒有錢還債就是破產了 那證明德國的商家應該很了解中國經濟的情況 但是我不排除有高別的 因為我和一些德國商家有些少來往 我不排除有些德國商家還是想這些賭徒的思維 因為他們知道美國 日本 英國 韓國 很多企業界在撤資 美國和日本的撤資是最厲害的 一年之中減少了80% 有些德國的個別企業家就以為他們走了之後就留下一個真空 另外呢 中共因為很害怕的嘛 很害怕他們撤資嘛 所以他們就對那些還沒有撤資的 好像德國一些企業界呢 他們就大送秋波 說喂 你們留在這裡 我給你很多優惠條件啊 這個優惠條件啊 這個免稅啊 這個土地免費買租借給你用啊等等等等 總之呢 有些個別的德國公司呢 就以為 嗯 個個要走路 我要相反啊 我要趁機會撤 這些是賭徒心來的 他希望 他以為呢 因為這些人呢 他是什麼呢 他只以為呢 中國經濟呢 是不是差 但是呢 有朝一日會復甦 所以他就留在那裡 等待啊 有朝一日 全面復甦 那有些呢 就認為呢 你看中國的電動車不是多好啊 所以復甦是有機會的的 那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電動車企業呢 也都開始問題一大堆啊 這個就不是這次講的題目啦 總之它有很多問題啊 它有個電池啊 技術出現問題啊 很多很多車你不用了 放在那裡幾天 再開的時候 電池沒有電了 因為漏電了 漏電太多啊 等等等等 很多都會出現很多問題啊 肯定的啦 那另外 美國 和美國開始調查 中國生產的電動車 是不是有國家安全問題 因為那個電動車裡面呢 中國和西方一樣的 都是裡面有很多很多電池設備的 因為他們是為自動駕駛而設計的嘛 那你自動駕駛的時候 你要什麼都知道 你才能夠安全的自動駕駛 那就是說呢 對這個開車 這個車的擁有者的私人的所謂私人呢 全部都是療如指掌的 那其實呢 這個我想Tesla 特斯拉的車一樣 都是這樣的 但是分別是什麼呢 中國那些電動車公司呢 肯定是將這些信息交給這個國安 這個肯定的 而美國特斯拉呢 可能是官方上需要的時候 要求是因為有人犯罪 那他會將這些數據提供給 這個是很可能的 就是兩個不同的一種動機 所以現在呢 美國已經開始 已經啟動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呢 其實他們已經 差不多都知道是這樣的 他只是要找一些所謂鐵一般的證據 之後呢 就會 譬如說禁止中國的電動車進口美國 而歐盟也都啟動了電動車的調查 就是認為中國的電動車是驚人的便宜 那他們懷疑是因為國家這個津貼 補貼所造成的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的 就是什麼中國專家都應該知道 肯定是中共這個故意這樣來做的 是不是得到政府的補貼的 其實呢 中國的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中國的所謂民營企業 其實都是一定要跟共產黨合作的 共產黨認為電動車是一個 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 用電動車收集全世界的數據 對他們以後將來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非常有利 那他一定做 肯定做 而每一間電動汽車公司 根本就不可能說 對不起共產黨 我不會提供你的數據 不可能的 連你的命都沒有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哟 看 continued 煞